今年大西洋首个飓风巴黎 逼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预计星期六晚些时候就会登陆 为了安全起见 该州已经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至于尼泊尔则是暴雨成灾 全国二十多个县 爆发洪涝和山体滑坡 淹没了四百多栋房屋 上千人被迫撤离 至今恶劣天气已经是夺走了 至少17人的性命 来看一组和天灾有关的新闻 到处汪洋一片 连续下了几天 暴雨之后 尼泊尔郊的满都暴雨成灾 全国77个县当中的 二十多个遭受洪涝灾害 数十人死伤 九人失踪 房屋被淹 超过1100人撤离家园 持续降雨也影响了尼泊尔交通 包括东西高速大道在内 几条主要公路局部关闭 当地一架客机 12号上午因为跑道失滑 在降落时冲出跑道 机场因此关闭了八个小时善后 气象部门警告 未来几天尼泊尔还会持续下暴雨 而在印度则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受高温热浪天气影响 南部的珍耐市严重缺水 当地政府安排了50列货运火车 运来250万公升干净水源 再用水管接驳把水源供应给居民使用 高温天气让缺水问题急速恶化 珍耐市里的四座水坝全部干涸见底 是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上百万人因此面对缺水的窘境 受危机影响 当地不少企业鼓励员工在家工作 一些餐厅索性直接关门 连生意也不做了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美国则是忙着戒备 越来越逼近的热带风暴巴黎 尽管还没有正式登陆 但新奥尔良市已经是狂风不断 水位高涨 这一股强度达到一级的飓风巴黎 正在穿越墨西哥湾 预料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六 迟些时候登陆路伊斯安那州 为了把飓风的破坏力捡到最低 居民纷纷堆起沙包防洪 除了预令当地居民随时准备撤离之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经宣布 路伊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 严防飓风 NDP7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